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 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 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苏师曾说到 无尚可陪玉皇大帝 下可以陪悲田怨起儿 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这话描述他再恰当不够 在苏式全部存世作品中 涉及食材 食品 食事之作 总计一千二百一十二品 与吃有关的诗有五十多首 全国各地冠以东坡知名的菜肴 有六十多道 可以说苏式是当之无愧的文介老涛 这些因地之余的美食背后 其实都蕴藏着他家乡菜的底子 梅山 岭江河边一座温暖向阳的小城 这里成就了一门三学士的育儿战绩 唐宋八大家中 苏寻 苏氏 苏哲三父子就占据了三系 妥妥地书向门第 在梅山的家庭教育里 母亲交给了苏氏历身历人最初的规范 二十一岁离家参加科考之后 除了为父母守孝 苏氏再没能回来 但家乡的一切始终影响着他 苏氏一生的官场之路万般曲折 辗转多地 对家乡美食只能私而不可得 公元一零八三年 这是苏氏被贬黄州的第四年 苦闷的日子里 苏氏盼来了老家梅山的朋友 朝元修 这次会面除了开心的叙旧 好友还带去了苏大人最惦记的 家乡野菜 菜之梅者 有无乡之潮 故人朝元修嗜之 于义是之 元修云 使孔北海贱当赋云无家菜也 因为之元修菜 于去乡时又五年 思而不可得 让苏氏想了多年的元修菜 如今仍旧长在老家梅山的山坡上 依旧是一代代梅山人 存进记忆里的味道 不晓得家乡的远修菜脏死如何了 正值东春交替之际 张华君正带着女儿 去找寻着跨越千年的野菜 苏氏的元修菜一时钟形容到 豆芽圆且小 怀芽细而风 被苏东坡命名为元修菜的 其实就是梅山本地的油勺 老伙儿 你看我躺一下 你不愿意 愿意 躺得可以 真是说 你把躺了过后两三天 就可以下第二年了 当地人将它简单清炒实用 或者烧上一道圆修菜 穿圆子汤 绝对是驱寒的能力 圆子要好咯 少点圆子汤 妈妈 我 圆子汤也少点 点杯 点杯子都来吧 好 不是点菜这好 不要 来 如果说 种在黄州东坡上的圆修菜 只代表苏式的私心偏好 那在黄州发明的另一道菜式 却是真正把家乡味道 带到了全国各地 而且一流行 就是上千年 苏东坡发现 黄州有这么多好猪肉 价钱却异常便宜 原因是 富贵人家不屑吃 贫穷人家又不懂烹制 这对别人是个难题 可难不倒 眉山人苏氏 静喜称 少注水 柴头掩烟 咽不起 待他自熟 莫催他 火候足食 他自美 苏氏 把文火炖猪肉的方法 教给了黄州百姓 并留下了这手猪肉送 先生可能从来不曾想到 如今 东坡肉的受欢迎程度 会如此之高 到底是什么给了他灵感 倘若把视线转回到眉山 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灵感的小火苗就是他 东坡肘子 在我的记忆中 过年过节 才能够吃上一个东坡肘子 东坡肘子的原料 必须得是肉质紧实的 后腿肘子 烧去残留的蛋白质 刮洗干净 接下来把这个肘子 放在骨头 小火炖足180分钟 火候不可及 东坡肉和东坡肘子都是如此 干啥呢 长时间的炖煮 使得蛋白质组织之间 紧密的胶原蛋白 被汤汁浸入 逐渐松散 搭配十多种新香料 已经高温炒制 挥发出更加浓郁的风味 丰富肉的口感 旅行完一看汁 二长皮 三吃肉的测评步骤后 大概只能放弃 对身材管理的挣扎 点出一个心悦成福的饭 这也演变为先生在黄州 对猪肉的核心要求 哎呀 这梅山味道拔似很 浩浩荡荡的东坡系列经典菜 大多都是这样 随着先生的足迹 闻名于大江南北 揪其源头 梅山那一方口味的调教 功不可没 比如还有这样一道 苏氏在杭州时 去找朋友佛印 看见鱼被藏在庆里 苏氏也不明强 故意装作忘记了 向阳门第春长在 这个上连该怎么对 佛印自然 不假思索地回答 鸡山人家庆有鱼 这下苏氏立马抓住庆有鱼 喊着要把鱼拿出来 佛印和尚笑道 就叫它东坡鱼吧 老板 给我来你来鱼 旧时闻名于杭州 现如今 东坡鱼是梅山人的骄傲 毕竟吃鱼这件事 四川人也是有独门秘籍的 毁鱼肉嫩刺少 老少皆宜 新鲜活鱼 去鳞去骨后 斜刀切片 用葱叶简单去腥 除此之外 还有个点睛食材 这是我们美心的泡菜 梅山人常说 离了泡菜 就少了梅山味道 这个说法 苏东坡也不会反对 也可是我们美组里搜你 我从小就会做 梅山人制作泡菜 用本地的井盐 井水 当地蔬菜 号称无所不可泡 四十多年了 那时候用不得 现在的菜丰富 少有泡菜 就把饭吃了 蔬菜洗净 在阴凉通风处 晾干表面水分 放入酸水里的蔬菜 经过发酵后 产生植物的有机酸 释放氨基酸的鲜味 植物酸随时间 与咸鲜味更加融合 富含蛋白质的鱼类 自身就含有多种成仙胺基酸 提供足够的鲜味 叠加泡菜提现的咸和酸 在蒸煮的过程中 相互作用 混合产生更浓郁的鲜味 泡菜的食材还不止一种 泡紫浆去腥 泡姜豆调味 泡萝卜爽脆 五花肉丁则提供油脂的香味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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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始终根植于心 因为这里是支撑他一路前行的 力量之源 二十一岁从眉山出世 苏氏在做官这事上 可谓高开低走 从京城外放杭州 被贬黄州 年少成名的德意 早已淹没在屡次起落的坎坷里 六十岁那年 他再次被贬 来到了岭南的惠州 在宋城 岭南两广一带是蛮荒之地 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 这里简直是与痴妹为林的燕障之所 怎么到了苏氏这里 画风陡然转变了呢 他甚至做过一个流传千古的广告 日淡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 岭南人 惠州真如他所说 有这么好吗 苏氏来到惠州时 受到了粉丝接机的偶像待遇 这让沮丧中的苏氏格外惊喜 他用诗记下了这个特别的第一印象 仿佛曾有启梦中 欣然鸡犬 石新风 利民精怪做何事 富老乡邪 迎此翁 苏武启之环墨北 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 会有幽人 客御功 惠州在苏氏的眼里 没有传说中的恐怖 反而让他棉石甚家 甚至悠哉游哉 了以足碎 自带人格魅力的苏氏 还交到了很多好友 但当时的惠州并非真是度假胜利 岭南地区痴气颇重 冬季的大多数时候 充满了让人不适的湿冷 对苏老爷子来说 当务之急是抗寒驱失 出于一名美食家的自觉 每到一地 苏氏总是格外关注 没有见识过的好吃的 冬日里的一天 好友谈影 邀请苏氏吃饭 饭局上这道名为 古董羹的菜式 让苏氏惊喜不已 苏老爷子觉得 有必要好好记一下来 罗夫赢老 去烦饮时砸烹纸 名古董羹 做客皆成善 可以想见 这道菜一定是给 当时这场聚会 天色不少 古董羹 因投料入沸水时 发出的咕咚声 耳朵谐音名 后来在清代的记录中 将这种放入各种肉类 蔬菜杂煮 大家围着一口锅 做成一圈 一起吃的岭南特色菜式 叫做打鞭炉 由此可见 东坡先生记下的 这个古董羹 就是打鞭炉的雏形 在今天 火锅已经是全国各地 都很流行的吃法 但广东地区 独有自己的特色 打鞭炉不需要 复杂重口的锅底 讲究的是每样食材 保留原汁原味 涮物首选 是现杀的三黄鸡 其他肉食 蔬菜瓜果 物比清清霜霜 清水打底 鲜昏厚素 吃肉喝汤 这是最标准的程序 在岭南湿冷的冬夜 围在一起吃打鞭炉 热乎的 不只是吃进嘴里的食物 也是热闹的团聚氛围 也是热闹的团聚氛围 我在是清国人 挣过的古董根 老保障的吃法 整口味是远远流畅 在九百多年前 东坡先生就早已知道 没有什么烦恼 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除了火锅 和冬天最为搭配的食物 当属温补的羊肉 九百多年前的惠州城 一天只杀一头羊 有限的羊肉 当然落不到一个 被贬折至此的罪官手里 买不到羊肉 又想要暖暖身子 苏东坡打起了 不被人待见的边角料 羊脊骨的主意 到底味道如何 得微肉于牙庆间 如实蟹熬 据先生自己夸口 能吃出螃蟹的味道来 这种形容恐怕不大可靠 但苏大人吃得这么开心 这种精神疗法 可比羊脊骨本身 有价值多了 羊脊骨除了骨头上挂着一点 无法剔除的羊肉外 几乎没什么油水 但就算巧妇难为 美食家苏东坡 也可以作出文章 古间亦有微肉 熟煮热露出 不成热出 则爆水不干 自酒中 点薄盐 只微焦食指 今天的人 多半不会再因为 吃不起羊肉 去选择羊脊骨了 但东坡先生 教给惠州百姓 做羊脊骨的方法 依然还有市场 飞水之后沥干 遵循东坡先生的菜谱 下一步 该是用酒来腌制 在调味料齐备的今天 更为丰富的味道 是来自精心调配的卤水 十多种香料 会让寡淡的食材 变得诱人起来 对了 我得小心包着骨头上 来得来点肉哦 东坡先生苦心研发的 鲜炖后烤大法 被后世传承得淋漓尽致 明火制烤 火候把握在 恰好微焦的程度 火焰让浸满卤汁的表层 迅速收缩 当焦壳正在形成的时候 刷熟油 撒芝麻 香味的浓郁 达到顶峰 一把辣椒面 则让味道顿时生动起来 表忘了最后的情话 骨髓啊 每天靠啃骨头果腹的苏东坡 还能写信 跟千里之外的弟弟 夸耀一番 你吃了那么多肉 还不知道骨头 是什么滋味吧 假如这个吃法 真流行起来 那所有的狗 都要不开心了 与狗争食这事 放眼古今天下 也只有苏东坡 不觉气凉 反觉欢心了 苏氏虽然生性豁达 但也从来是 关心民生疾苦的 他要是知道 今天的惠州百姓 已经把吃羊肉 变成了生活日常 一定会心怀宽慰 现在在惠州 羊肉的诸多做法里 最受欢迎的当属 羊肉包 做羊肉包的店子 虽说只开冬季三个月 但日销千包 不在华夏 大家的次养自由了 就比我在骨头上 费劲了 地道的惠州羊肉包 必须选用当地 波罗县一带 养殖的东山羊 东山羊肉质致米 皮薄脂肪少 最适合现代人的口味 新鲜羊肉干炒至微焦 在草果八角等香料的配合下 遮盖住让人不快的山味 只留下肉的焦香 翻炒中 必不可少的 则是被称为东方奶酪的 南乳汁 丰富的氨基酸和酵母 在人摄入大量羊肉后 具有消食调中的功效 党规 党身 有养生之物 但多少带有药材的苦味 竹蔗 马蹄 胡萝卜和红枣 都带有甜味 却不会发腻 这道菜还是跟冬天最配 千年的时间 没有改变惠州冬天的事了 但生活已经改观许多 再隔绝了寒气的室内 来上这一锅热气腾腾 暖人欣慰的羊肉包 南方小城南熬的冬 也变得和缓温柔了 虽然惠州的冬日因冷潮湿 然而这里暖心的食物 百姓的厚爱 都给了东坡先生莫大的慰藉 一字破宫折南海 天下不敢小惠州 惠州给了苏氏一个暂时安定的家 苏氏让惠州名扬天下 他多方奔走 传播插秧技术 建造水对水墨 协助修桥驻地 尽其所能 把温暖回馈给百姓 这大概就是苏东坡 不辞常坐岭南人的原因吧 尽到清歌船号纸 风起 雪飞沿海 便清凉 万里归来 盐欲少 微笑 笑是游带 领梅香 诗问领南应不好 却道 此心安处 是无香 公元1097年 六十二岁的苏氏 在广东惠州 接到了一封穷州别价的告令 他即将前往国土的最南边 这是他一生被贬经历中的最后一站 海南丹州 丹州偏远到什么地步呢 苏东坡在书简中写道 今到海南 首当做官 次便做墓 乃留守书与诸子 死 则葬于海外 万年聚会的苏东坡到了海南 第一件事是做棺墓 第二件事就是修坟墓 此事的他对回到内陆 完全不抱希望了 古代的海南不同于现代 北宋年间 被流放到这里的待遇 仅次于死囚 地处西海岸的丹州 更是闭塞落后 毒蛇猛兽 遍地皆是 这直接造就了当地离族人 害人听闻的食谱 熏老鼠 烧蝙蝠 赖蛤蟆 烤蜈蚣 山河湖海 没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 这可把苏老爷子给吓坏了 土人顿顿食属玉 建议熏蜀烧蝙蝠 旧闻蜜机长呕吐 烧尽蛤蜊 圆洗俗 闻子游兽 丹尔治难得肉食 对苏东坡来说 身处丹州最困难的是 找不到肉吃 可当地人的食谱 实在是无力接受 不过 天无绝人之路 偶然之下 老先生首次拿到了 长相怪异的生蚝 他肯定也有犹疑 但相比老鼠和蝙蝠 毕竟还是愿意尝试些 九百多年前 生蚝还非常少见 但在今天 大家很自然地将它跟美味联系起来 然而采集生蚝绝非一事 有经验的当地人 会趁着退大潮的时候 在滩途上进行搜罗 野生生蚝一般长在那个火山水底下 跟蝙蝠底下 生蚝是最顽强的水生动物之一 温度 盐度 并均都奈何它不得 这个工具的勾一定要弯一点 就这样慢慢削 就它变成了之后 你就从这里用一点力 拿一下它的根部就出来了 我们一般的就弄到大一点的 好一点的 就叽叽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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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生蚝自然生长 个头不一 但肉质紧实 味道鲜甜 苏老爷子很快就参悟了 这种陌生食材的最佳吃法 苏氏曾在书简里写道 剖枝得树生 肉与浆入水 鱼酒并煮 食之甚美 味食游也 来自内陆的苏东坡 多半不会习惯海鲜的腥味 海南当地有自酿米酒的习俗 好久的先生便想到了用米酒去腥 到了现今 自酿的米酒 已经被厨师改成了更适合烹饪的 花雕酒 花雕酒胺基酸含量较高 令食物质地更加嫩滑 生蚝放入酒里浸泡腌制十分钟 加以姜丝辅助去腥 水源也正常到香 酸出来的时候又比较结析 味道很鲜 连盐都不必加 仅靠生蚝自身的咸味 就已足够鲜美 有这么厉害啊 我也想搞一下你们这花雕酒 吃生蚝也要因材施酱 小的用酒煮足矣 这副大的生蚝嘛 还有更过瘾的结法 苏老爷子说 要取其大者制熟 正而淡嚼 烧烤才是王道 如今现代人吃大生蚝的条件 可比苏东坡优越多了 中国人对生蚝的吃迷 衍生出一百多种吃法 但最受欢迎的还属碳烤生蚝 对对对 打理点烤的吃 生蚝 生蚝 那天生就是烤生蚝的容器啊 去掉壳盖 无需多余的程序 直接摆上烤架 东坡先生吃的 应当是原汁原味 现在的烤生蚝 已有各种调料的加持 蒜蓉去腥自不必说 辣椒增味 也是多数人的偏爱 辣椒撒着味道 比足语还辣没 二百摄氏度的恒温炙烤 使得蚝肉收缩 释放鲜香烫汁 蚝汁带来的咸鲜味 与蒜蓉的鲜 辣椒的辣 在沸腾中调和得更加可口 鲜美嫩滑的蚝肉 在火上烤至蚝汁 沸腾起来即可 每届过子善勿说 恐北方君子闻之 争欲为东坡所为 求者海南分我慈眉也 在丹州发现了京城 享受不到的好滋味 调皮的苏老爷子 还不忘调侃一番 他时常告诫儿子苏过 千万不要把生蚝的秘密 给说出去 生怕朝廷那些官员知道了 都要效仿他 要求贬折到海南来 与自己争抢这些美味 生蚝毕竟难得 也不是随时可以吃到的食材 在寻常日子里 苏老爷子也只能用杂粮果腹 好在除了海味 丹州还有味道不坏的陆地食材 当时的苏东坡已年过六旬 生命是常有的事 儿子苏过想给病中的父亲补补身子 也只能在有限的食材上做文章了 粥营养一消化 苏过便精心制作奉上 苏东坡倍感欣慰 还特地为这碗粥写了首诗 将其取名为玉身羹 相似龙弦仍艳白 味如牛乳更全清 莫将南海金鸡块 清比东坡 玉身羹 一碗粥被夸成这样就罢了 重点是 诗的名字起得傲娇 从字数就能看出得意来 过子呼出心意 以山芋做玉身羹 色香味皆齐绝 天上苏陀则不可知 人间绝无此味也 苏氏曾提到 海南所产精涂不足于石 乃以鼠玉杂米做粥米与取宝 稻米西手便做得格外精细性 当地历来有荤粥热吃 素粥粮吃的习惯 种类繁多 玉身羹的现代版本 更是经过了考究升级的 这里经典的东坡玉身羹 是苏东坡先生 所诗中描绘的菜品 主打原材料是由丹州的芋头 加大米熬制了两个半小时 经过现在我们现代的烹制 复合它的经典玉身羹 海南道高温多湿的生静条件 适合鼠类生长 丹州独特的气候和土壤 让产出的芋头口感香绵软糯 苏过曾写诗说到 鼠玉人人送 群袍日日封 在食物匮乏的古代丹州 能频频收到当地人送的芋头 可见东坡先生在此 还是很受人爱戴的 偷偷告诉你 虽然地吃过的经济愉快 也不如我苏东坡的雨声跟 公元1101年 苏东坡终于得到设令 离别时 苏东坡满白离别愁绪 写下了这首 别海南离民表 我本海南民 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 譬如誓远游 平生生死骂 三者无猎忧 至君不再见 欲去且少留 在忠于北贵的时刻 他却说自己 其实是一名丹州人 二十一岁初属 六十五岁北贵 作为唐宋诗人离 去过地方最多的一位 苏东坡一生 走过上千个城镇 创作诗词文章七千多篇 一路被贬折 饮食待遇也一路走低 年轻时能吃到肘子鲜鱼 到了惠州 至少荔枝管宝 而六十二岁到了丹州 喝碗粥就是美味了 但颠沛流离的命运 始终无法阻止 自孝平生畏口芒的苏氏 即使身在贫苦中 生活也能开出花了 乐天又好学 常公文 前后立官二十人 时路四十年 他的最爱是喝酒 弹琴和作诗 所以叫自己 醉银先生 过分 他却说 总比贪财赌博好 放大是放大了 难道有什么妨碍吗 顶着神童之名 一路科考举世的 学霸白居一 兢兢业业地 坐到了皇帝身边的阎官 左石仪 却因频频上书执鉴 加上蓬党青亚 被贬出了京城 公元八一八年 一纸诏书 让白居一来到中州 继江州之后 他的又一个贬折地 奢田色米不耕除 汉地荒原少菜书 听听 这首给智有元枕的信中 都是白乐天 对中州的吐槽 自此 白居一开始了 疯狂抱怨模式 据记载 白居一形容 自己苦闷的诗 近五十首 其中表达 对中州不满的诗 就有十几首 初来中州的白乐天先生 可是一点也不乐天了 老爷老爷 这后山的笋 着实地多 太好了 后出备去了 好在中州虽贫穷 可总算有一样 在京城想吃 却难得吃到的东西 子拓彻顾锦 素鸡掰心欲 每日随家餐 京时不撕肉 吃笋吃到不想吃肉 可见白居一对笋的喜爱 在长安市 每到春笋成熟世界 皇帝会召集群臣吃笋 能参加笋宴 是身为臣子的无上荣耀 但物以稀为贵 只能潜尝折旨 如今不在朝堂了 倒是得了个 放开肚皮吃笋的好处 当年的中州 就是现在位于 重庆市的中县 主产业已成为这里的招牌 十二月 是挖冬笋的好时间 金鸡镇的村民张先志 最是会找笋 根据这个组织的弯曲度 它边平的边的是 炒着这个方向去的 五六十公分 这笋就在地面地下 就在这个地方 这 足笋出来了 对于吃不完的鲜笋 妻子向小丽会用另一种方式 让笋子长久留存 这周都是打晴天 最是适合晒笋干 新鲜竹笋含有难溶性草酸钙 会影响人体对于钙的吸收 而且味道色口 煮熟后可分解百分之六十的草酸钙 这样的笋味道更好 也更有利于人体吸收钙质 很多蔬菜类的食材晒干 会损失大部分营养 鲜笋晒成笋干则不一样 能保留住大量的蛋白质和铁钙 这不亏 笋干肉质紧实 更负嚼劲 在中县各大饭店里 常年可以吃到 以它为原料的招牌菜 长勺十五年的方毅文师傅 最拿手的一道菜 必须得有笋干的加持 八个月大的公鸡 将其调味腌制备用 多种香料充分渗入肥肠的 胶原蛋白组织中 增香去腥 啤酒是方厨的小窍门 不但能去除菜肴中的意味 而且酒精能渗透到 食物组织内部 从而保持嫩度 口感更好 终于到了笋干登场的时间 高潮段落 自此正式掀开 肥肠带着嚼劲的软弹 肌肉鲜嫩的滑 第一时间都被忽略 菜品上桌后 便锁定目标的老道时刻 享受的正是一口笋干的爽脆 我觉得白鸡如果换得鲜 这个年代的话 肯定爱上祖孙烧鸡 那却是 要是能尝到这道菜 我肯定是喜欢的 笋是南方菜器中的当家花旦 吃法繁多 但只有中线人民 能吃出新的高度 除了笋本身 笋赌 笋燕窝 嫩竹子 也都被做成菜肴 白老爷子要是知道 怕是想要晚生一千多年 赶上这热闹了 虽然刚到中州的白刺史 化身为吐槽狂魔 但死还是让他一包口福 胃不委屈了 就得思考下 如何改变中州的贫穷现状 白鸡一发现 此地临栏少平地 物语多阴天 地貌适合种树 从那以后 白鸡变成了种树市长 不断带领百姓 广栽果树 看到中州在自己的治理下 一点点变好 他的心也安定了下来 他在诗中写道 无论海角与天涯 大地心安即是家 路远谁能念香曲 年身监狱 望京花 中州且作三年计 种姓栽桃 你带花 白老爷子一旦想通 就做了个贬折三年的打算 由于刺史大人的治理 这里不再是荒僻景象 水果的丰收 也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来 你看 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诸位 大人您先忙 我们先告辞了 多谢诸位 当年的前瞻思维 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线 一千多年后 橘子已经成为中线的一张名片 今天的中线人民尝到橘子的甜食 不知道还会不会想起 那位声称不愿在监济天下 却还是忍不住操心中州百姓生计的刺史大人呢 在中线的赏花弄树 是白居易既情舒怀的方式 更是对当地治理的权权之心 作为爱民如子的好官 白居易还留下了一则关于当地点心的美滩 卖饼了 好吃的马饼 快来买啊 有一次 白居易路过一家饼摊 买来一尝 发现色口难吃 他便提议店主 加些当地山林的蜂蜜 还创造了一个改良的配方 没想到从此 这饼大受欢迎 大家用它的别号 命名这道点心 叫做香山蜜饼 蜜饼的蜜 原本就是当地盛产之物 以富含活性酶的油菜花蜜为最佳 活面的时候直接加入其中 合油一起代替了寻常用的水 充分揉合 力求达到又润又甜的效果 发酵好的面团 分成剂子 揉搓好 在模具上按压成形 剩下的 就是这个秘方的关键了 最大的秘密就在这一口灶上 啊不 不是一口 是两口 一个灶将黄土锅盖内的温度烧至约380摄氏度备用 另一个灶将铁板温度烧至120摄氏度 黄土锅盖与铁板之间形成一个半密闭环境 实现有效的热对流 从而在稳定的热环境内加热秘饼 这不就是最早的古法烤箱吗 烤制的过程中 师傅手中的杆子是最关键的变量 上灶的高度直接影响温度的升降 调节全屏肉眼观察 如果变化得太快 这指明温度太高 就把那个锅压高一点 然后如果感到变化慢了 也可以压矮一点 整个烤制过程大约20分钟左右 入口外皮酥脆焦香 内里绵软甜美 名人加持的故事 让这道小点平添了茶余饭后的趣味 原来一千斗年后 你们发明了更险进的炉子 叫烤翔 原和十五年 白居易被召回京师 虽然来的时候都是吐槽 但走的时候却是万般不舍 人总会因为自己投注的经历和感情 对人和物产生眷恋 白居易对中轴就是如此 乐天先生找到了面对人生起落的方法 那就是心安 即是家 白居易 年少时一行科考入室 满怀报国热情 在经历了升迁 贬折和召回的围观历程之后 终于认识到 朝堂已不是心中的那个朝堂 五十四岁时 他自请外放 就任苏州刺史 公务繁忙 还好 江南风味让人忘忧 尤其是苏州盛产的河鱼 更是美味佳肴 白居易酷爱吃鱼 从钓鱼做鱼到吃鱼 从种类做法到吃法 都在市里写了个遍 跟唐代其他诗人一样 他最钟情的鱼类菜肴 是当时最流行的生鱼片 既被献丑礼 一句水露针 平胚若稀许 水快松江林 生鱼片有多流行 汉字里甚至有一个专门 为它造的字 快 简直是一道美食 能得到的最高利益了 现代人说起生鱼片 往往误会它是外来之物 其实啊 它是不折不扣的 中国原生吃法 周朝就有吃生鱼片的记载 生鱼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 代表着尊贵和美味 也是庄重的祭品 到了文化高峰的唐宋 石块的风气更是普遍 唐代甚至有专门研究块法的著作 砍块书 书中不但仔细规定了 怎么挑鱼 怎么用刀 佐料如何搭配 连切鱼声本身 也称为拙快表演 记忆高超的表演者 操刀响劫 若合节奏 极具观赏性 一道愉快 不免让我梦会大唐啊 事快如吃的唐朝人 会根据口味偏好和四食节气 进行调料搭配 春天葱姜汁 夏天白梅蒜酱汁 秋天芥末汁 冬天蘸的则是菊蒜酱汁 白菊蜜喜欢的芥酱 是用芥菜的种子研磨而成 跟现代芥末有区别 但一样辛辣充弥 原来生鱼片和辛辣佐料的经典搭配 从唐朝开始就有了 白菊蜜曾在诗里写道 无情水刃方圆气 不系周随去驻风 悠悠芦鱼唇菜兴 来春霍泥往江东 在魏晋以来的文人传统里 每当芦鱼遇到醇菜 都有着特定的符号意义 它代表了想念家乡美食 甘愿放弃争名夺利的洒脱心境 兴许对自请外放到苏州的白菊蜜来说 正好菜颜新生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 苏州吴江的厨师化用了这一点故 给这个思乡专用菜式改换了新的面貌 沿着鱼的脊梁骨慢慢划开 去除鱼腹 完成生差鱼骨的工作 刀法贤熟的师傅 不到五分钟即可完成 新鲜的鱼肉经过冰镇 肉质更紧实 薄切刀工需要长期的练习 确保每一刀下去厚度一致 在古书的记载里 完美的生鱼片应是蝉翼之歌 鲍鲜细微 也就是薄如蝉翼 轻可乘风 这个厚度的鱼块口感最好 白居翼先生师里提到的水葵 指的就是纯菜 纯菜体表有一层晶莹粘液 被称为水下碧螺春 入口滑溜 咀嚼之时又稍有脆嫩 最适合简单焯水 清淡调味 生鱼片吃得多了 就开始玩起花样来了 用鸡肉猪骨等足足熬够12小时的高汤 过滤成纯粹的鲜汤 这汤可能是先熟一个食用 一滴原本 砍块书里专门阐述了一种脱肺之法 指的是把滚烫的调味汤 浇泼在鱼块之上 再行食用 眼前这道菜就延续了 沸汤浇泡的石块方式 煮沸的高汤 迅速将生鱼片烫熟 变成乳白色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肉的鲜美 用高糖宠过 鲜味更胜一抽 正常 食温 预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苏州 丰富的鱼类资源也定不会让白居易先生失望 苏州人吃鱼的样式五花八门 无奇不有 他们可是把吃鱼这件事做到了极致 每个月该吃什么鱼 鱼的什么部位好吃都颇有讲究 十二月是吃青鱼尾巴的最佳时间 可青鱼身上还有比尾巴更好吃的东西 冬奖滋补 冬季的青鱼活动量小 最为肥美 作为肉食性鱼类的青鱼 体长最长可达一百四十五厘米 全身都是薄 而把鱼吃到极致的苏州人 挖掘出鱼竿的华丽吃法 诞生出一道名菜 青鱼突肺 这是个什么菜 管鱼宴上可没吃过 这个名字很难懂 突是苏州的方言独有的意思 突肺嘛 也不是肺啊 而是鱼竿 鱼竿的口感做得好会非常鲜嫩 但需用黄酒 葱 姜 浸泡腌制半小时以上 取出腥味 下锅滑油几秒 快速定型 锁住水分 给青鱼竿提鲜的是蟹黄 蟹膏 嘿 这个排场够大 为了不搅碎鱼竿 以保持其完整 只能颠翻一次 待两面煎至黄而不焦 放入高汤 烧透入味 青鱼竿 富含纯鱼竿油 不饱和脂肪酸和卵磷汁等微量元素 营养价值极高 但俘获时刻的心还是因为味道 脑花的嫩 鹅干的细腻 居然奇妙地能在一道水产内脏上体会到 我这只吃鱼肉 原来漏掉了更好吃的 可惜 可惜啊 白居易在苏州为百姓开凿山塘河 忙碌而充实 幸好美食让生活多了很多乐趣 可美食再好 为官之路终须离开 好好孤苏民 玉玉长舟城 来残何宠命 去溃无能名 青子行江丽 斑白猎离蒙 一时临水败 十里随周行 晚年的白居易 抚擒半鹤 寄情于山水 但遇到苏州来的人 也总会拔展庭碑问一句 何似无松 江上石 白居易一生 历经臣服 当朝堂不再是施展报复的舞台 那就不诱于升迁的执念 改造一方水土 造福一方百姓 比一级得失 更中千军 地平性语 适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